我們剛剛已經討論自己的其他拖椅很長 就是只帶了一個JUJU JUJU跟那個吊帶褲就可以遮一下在這個地方 因為最近也練了差不多可以讓人家感受 有有有 你還有一個月時間 因為我們七月底要錄第一集 然後其實我們前面四集的來賓都已經確定了 然後都是我非常欣賞的歌手 這是什麼樣的吊帶生意 我覺得因為我們叫做週末Party 我覺得會從最輕鬆的方式 可能從聊天 從吃 從玩遊戲 然後再帶進音樂 因為音樂這種就是讓人家很放鬆 很快樂 也可能很感動 所以就會從這些方式切入 讓大家更能接近 這次其實因為我們公司當然就是 對音樂是最有想法的 所以我們從Line Band 我們自己選的樂手 和聲老師 Dancer 整個配置 就是我會跟音樂總監每天跟他溝通說 欸每一集我要做什麼的感覺 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的藝人歌手朋友們 不一定是歌手演員也有可能 來我們節目上 他們會有Line Band的方式去改變 可能是串燒族族 希望都不會是跟他們CD版一樣 盡量盡量是新歌 但是是一個可以玩的空間 然後讓大家看到他們不一樣的一個個性也好 對所以我們會設計一些遊戲 去讓他們可以去發揮 就是還蠻 應該蠻歡樂的 有點像Saturday Night Live SNL這樣的風格 再加上Jimmy Camel 再加上其他我們在台灣比較流行的節目 又可以吃東西 又可以做音樂 就蠻多東西存在一起 就等於真的就是去玩音樂 對 那可能也會結合一些戲劇也有可能 對 或者是你是一個演員 但你在音樂方面也有不一樣的表現 在這個節目可能都看得到 對 所以還蠻期待的 8月底9月初就會播出 我們新生代的主持人們 沒錯 對 我就靠他了 我也靠他 音樂就靠你 反正我們相輔相成 相輔相成 想大家可以支持 嗯 那Jimmy是第一次主持人 對 我時尚玩家算嗎 對 時尚玩家主持人 但那個不一樣 那個就輕鬆 然後又吃就好 講口感 玩點遊戲 但是是棚內 然後又是8K 然後又是 比較是很多是我們的想法 我們想要做的東西 我們想要幫我們的藝人朋友 呈現的一面 其實我們這個部分 跟製作人公共蠻久的 因為我們不希望 只是做一個 就是一個綜藝節目這樣子 希望他是有一個 傳暢度 流暢度 然後可以一直長長久久 就是這個 大家會喜歡 變成一個 經典也好 當然是我們的希望 當然 因為我知道 這是我第一次主持 所以我的壓力就是放給他 對 我說那我就負責唱歌 然後負責美美的 就負責帥帥的 那因為我也很愛唱歌 所以我們就是會 在歌曲唱歌這部分 我當然也會 因為我很喜歡唱 所以我希望在音樂方面 可以跟聲音 多學一學 然後他的諧星方面 我會跟他多學一學 好 對 所以期待大家 看到這個組合 一個台語 一個特別的組合 一個台語的 台語加上英語 嘿 就這樣 還有很在地 還有很國際的 一些元素 其實我們節目蠻豐富的 很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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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也就是 光聽樂感覺會很爽 哈哈 對 很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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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豐富 很豐富的